今天看新闻说,年底了不法分子缺钱花,让大家提高警惕 我真的很愤怒 这些不法分子,居然到年底才缺钱花 我一年四季都缺钱花 刚才,在菜市场买了25块钱猪肉 给老板100,老板招我85 我激动了一路狂奔,毛路跑炸起来了 到家才发现 出肉没拿 没钱的我,终于遇到了一个不物质的女孩 她不要我的车,不要我的房,也不要我的存款 最后,她也没要我 我妈说,找对象不能只看人家的外表 也要看看 自己的外表 请用四个字,夸一下你的妈妈 我先来 太会生了 有十个人在打我的朋友 我上去就解决了五个 五个人打他 五个人打我 人世间有很多事 你当时想不通 不要紧 过一段时间再想 你就想不起来了 哎呦的妈妈 我终于中了五百万 在领奖的时候 我笑醒了 哎呦的妈妈 我劝大家 像我一样 每天都坚持吃早餐 因为早餐是一天中 最便宜的一顿饭 哎呦